Hello 大家好 我是有话之说有房时评的飞云 今天带大家看一道 本地老前人持有的商业地场 我们现在看的是一个7.95英亩 也就是将近8英亩的商业用地 然后它这个上面是有一个办公楼 后面就有一个wayhouse 那它现在的这个报价是500万 地底位置呢它是离99号呢是最近的 开车呢只要4分钟 那么离290呢开车要10分钟 那么开到249呢要15分钟到20分钟之间 由于这个路啊开小路的话 就是时间会长一点 那总而言之来讲的话 地底位置呢没有没有太大的问题啊 因为这个地呢它是没有任何限制的 也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上面盖商业用地 当然了你具体要怎么样去盖 这个呢还是要去这个county啊去申请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隔壁呢是一个加油站 包括对面呢都是商业地产 它前面的这个办公室呢是一层呢是3600尺 它把二层呢也加起来了 加起来也就是说二楼呢也是3600尺 但是呢它在这个卖这个地产的时候 物业的时候呢是没有上二楼的面积的 也就是说它跟后面的这个14700尺的仓库啊 前面3600尺只有这两个是算的面积 二楼呢就没有算面积 那当然我们的左边呢肯定就是这个fence这里 就是那个栏树那里啊就是它的界限 待会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右边的界限 但是后面的界限呢通过航拍来看 因为实在是有点有点远了而且呢它是草 那另外呢就是这里的用水呢它是要用井水 也就是说它自己有井的啊 包括它的污水处理的它是有划分池的 那这个划分池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因为以往我们讲的划分池呢 它是要多久要掏一次比如说三年五年 但是呢这个不用它是有泵直接把它抽到 就是去做它的这个我们叫化肥啊 因为这个都是绿地嘛草嘛 当然如果就是说以后你开发了 比如说多家的wayhouse 也就是没这么多绿色的话 你是可以就是找人来掏的 好那我们进去看一下 它目前的状态呢是一层的这个办公室啊 除了一部分吧给这个产权公司来做的 那这一间还有包括这个姑娘在里面干活的 那一间因为他们可能就是觉得不太方便 那这个呢是男女卫生间 这个是女的那边是男的 我们呢先从这一边看过来好吧 那也就是说像这个一层这一栋楼啊 如果就是说你完全不需要办公室的话 这是其中的一个办公室 就是那个姑娘用的 那么呢基本上它的租金呢会是在 一万五左右吧 两层啊 目前的这个状态可以租到一万五左右 那这是它打印房 然后呢这里也是其中的一个 可能是财务啊什么的这种办公室啊 在里面里面有人干活 那么呢我们继续往前走 这里是可以直接去到它的 Wayhouse仓库去仓库 然后这里呢是其中的一个办公室 那这也是一个办公室 那这里呢就是厨房 这个厨房呢是可以做饭的 然后呢这里建办公室 然后这一边呢它是有这个 就是一个会议室啊 它这个会议室 然后这个老板呢现在在里面啊 这是它的办公室 然后我们去二楼看一看 二楼呢几乎啊跟这个是一样的 当然这个产权公司啊 它只是如果这个卖了 它就要搬走的 当然它可能现在已经在找到的地方 这个是二楼 它跟二楼呢以前呢曾经也用过 而且呢它有洗澡的 比如说啊它是空调 而且是一楼跟二楼呢它是分开控制的 那么一样呢我们先 我们先看 右手边吧 它这个厨房很多 这里有个厨房 如果你未来你这个 从国内啊派来的人 那可以住这里啊 员工我讲的是 这是一个房间 然后呢这个呢 是可以用来做会议室啊 还是看做什么都可以啊 也可以把它整栋的这种出租掉 如果你不需要的话 这个是一个房间 办公室 那这个是 啊一个办公室 然后呢这里呢 它实际上是放网络的东西 比如说未来啊 你是一二楼分开租的话 那你这里呢就可以 就是给他们放网络 因为它一楼的也有一个 跟那个一模一样的 因为呢它刚刚那个门呢 我们没有进去看 它就是放了网络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一边啊 这个都是一间一间的房 然后这里呢 这里是一个洗手间 这洗手间这里呢 是可以洗澡的 就这里啊 它是可以洗澡的 所以呢就是工人 也可以在这里洗澡 那这些呢都是一间一间的 呃办公室 也就是说它靠 左边吧 也就是说前面 我先站这个位置啊 前面的每一个呢 都是有窗的 然后这里呢 呃是一个小的 像休息室一样的 然后这里呢 它说以前呢 它是建了一个什么呢 像一个就是老总办公室一样的 那这里呢也是有厨房的 可以做饭的 然后那边呢 还有一个洗手间 也就是说二楼呢 它有两个洗手间 啊 这里有个洗手间 而且呢 有带洗澡的 这 另外这个不在淹水区啊 也就是说 不在淹水区的话 它的保险呢 就会好好很多 油好很多 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有在淹水区 它的保险就会很贵 当然因为呢 美国啊 如果你觉得你不需要 呃 那么大的地啊 待会你就是 我们去外面看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切一块去卖 也是可以的 你只要双方啊 都能够进来 就可以了 你如果讲位置来讲的话 肯定还是那个290的是 最佳的 但是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它的潜力 还是很大的 因为的确 你看99现在修好了 有249对吧 这些路都已经开发了 那这个仓库呢 跟楼呢 2000年建的 那它自己呢 是01年买的 那它是做石油 嗯 跟这个就是做修理 维护啊 这这一块的 嗯 嗯 他呢 自己呢 也在这里生产一些零件呢 嗯 但是呢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啊 他坐在办公室里 他年龄已经很大了 他跟我讲 他要退休了 他要退休 他要去墨西哥 到处去玩了 就不再做了 虽然呢 没有那个空调 但是他也是做了一些 呃 保温的 措施的 比如说像那个白的 都是贴上去的 然后呢 他装了一个大的风扇 就是说如果夏天的话 因为夏天的确 休斯顿会比较的热 呃 这些东西呢 他会就是会处理掉的 他会 因为实际上有人 他已经把他的生意给买了 现在目前呢 是这个 呃 买他生意的人呢 就是行时租在这里 如果这个 一旦这个卖掉了 他就会搬走 那么这个水 他是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那个管子啊 这个里面是喷漆的 然后那个盖子啊 没盖好 没盖好的话 就是漏了水 昨天我们这里下雨了 所以呢 就是有水 而不是其他的问题啊 不是这个房顶漏水 是那个管子上面 那这个呢 就没有那个 我们讲的叫loading dock啊 你叫做 直接这样开进来也可以 或者说你在外面 要做一个临时的卸货台也可以 这些呢 另外他讲的 呃 这个虽然你看的像是沙子路啊 呃 实际上他的这个沉重 就是他有倒这个水泥呢 呃 就是沉重呢 是是绝对足够的 因为呢 就是他的这些机器啊 都是超级的超级的重的 他一样可以进来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个都是卖家 呃 自己在这里 呃 跟我们介绍的 那这个后面呢 都是他自己的这些 呃 器材设施啊 那那里呢 就做了两个棚 可以可以停车的 那呢 我们现在呢 就去看一下 呃 这个左手边的 其实我应该是叫右手边哈 如果我要背对着马路的话 但是我现在挑了个方向 呃 总而言之 反正就是呃 左右边吧 那么另外一边呢 他是 他是那个蓝山那里嘛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来把他的 这个界线呢 哈 找一下 因为他刚刚告诉我了 你看走过去 这里因为有点水 实际上就是前方的那棵树那里啊 就是我指的这棵树 呃 他的这个界线呢 就这样一直下去的 那么后面呢 实在是有点太远了 我们待会呢 用这个无人机已经拍了 拍了呢 我不会告诉你在哪里 好吗 这就是这一个了 因为的确是休斯顿的这种价格啊 涨得还是挺厉害 那么这个产业来讲的话呢 他他就是一个叫什么 他就是一个呃 很好的潜力股 刚好呢 就是里面又可以用 你如果是说呃 非要讲地段的话 肯定是肯定是那个测行的啊 所以我们这样看了一下 平衡了一下 找了好几个 还是那个呃 实际上那个 他要630个呃 现在这个市场 老实说这个呃 不过分的啊 就是当然了 我们买不买是另外一回事啊 大概市场的行情的 以前就是这样的 好的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 休斯顿商业地产 请联系我们 我是飞鸣 美国休斯顿房地产经纪人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